歡迎收看iTawanLive 玩樂創意 我是南國 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 就在嘉義自選假日酒店 沒錯 我們又來了 嘉義自選 從過年前到現在 每個月都有市集活動 而且每次都有爆點 各位可以看看我身後的廣場 目前已經把八米高的巨型刷石架了起來 待會這邊除了有音樂市集之外 也會有即時創作的表演 千萬不要錯過 Let's go 我今天準備創作一幅八米高的畫 那它是由 它的底材是麻布 然後油漆面 那創作過程中我會運用 就是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的油漆刷 然後還有油漆 當作是我整個創作的材料 那我自己的話是準備說 讓它以黑白的方式去呈現 那為什麼選擇去 創作這麼大幅的畫呢 因為我覺得 以前我的畫師老師告訴我說 我們要畫圖的話就是要把東西畫大 細節就可以表現得很多 那大家就可以看得很 看得比較仔細這樣 那這次其實我是用一個畫中畫的方式 去呈現 大家主要會先看到一個長者 那長者代表我們嘉義 是一個有文化歷史的城市 那裡面呢我還藏了 像是 呃 城隍廟 然後 阿里山小火車 以及林聰明殺過魚頭 這些等等的嘉義著名的一些景點啊 以及他的歷史 我們這位台灣新生態的年輕藝術家 就要為各位來現場作畫 而且更厲害的是 今天他要做的這一幅畫呢 是所謂的畫中畫 什麼叫做畫中畫 畫中有畫就是一句畫裡面 還有別的意思的意思對不對 那所謂的畫中畫呢 就是遠遠的看它是一幅畫 但你仔細再去近看 其實它每一個部分有個別代表的 各自的意思含義 也就是說他把不同的畫組合在一起 變成了一幅巨型的畫作 然後很厲害哦 他就憑著自己原本素描的一張草稿 待會兒他就要登上我們的現場這個 音架上面來現場作畫 要開工了有什麼想法 很熱 沒什麼想法 其實還蠻 蠻興奮的啦 對啊 其實像說 大型創作 對啊 很久沒有這樣畫 但是還是喜歡這樣畫 這樣畫其實比較 比較有張力一點吧 好 等一下 造型可以嗎 哈哈哈哈哈哈 還擔心造型 當然要有形象 因為我們本身在嘉義 大老闆在嘉義已經生根七年了 如果你真的來嘉義不知道要吃什麼 那就吃珍珠 那我們如果出去外面快甩 你想要吃大老闆的披薩 那也要認明這一張 要認明我的湯位喔 那你真的找不到老闆在哪裡 那你就只好拿這一張 那我就在文化陸地下道的上方 OK 大家好我們這邊是松茜麻糬 我們有純手工的 綜合麻糬 還有新鮮的水果大夫 喜歡我們的可以追蹤我們的粉絲團喔 歡迎各位朋友們再次來到 嘉義之學佳倫酒店的音樂四集 那一樣我們按照慣例按照王例 都在連續假期期間舉辦四集活動 那這一次呢特別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相信大家看等一下的影片就可以看得到 我們這一次的四集活動 多了更多的好朋友在地的攤商進來 參與之外呢還有一個最特別的 畫中畫即時的創作 從下午的兩點多做到晚上的六點半 所以呢這整整四個小時沒有停 那待會呢我們相信大家可以透過影片 就可以看到這一幅劇情的畫作 高8米3 然後寬3米3 的劇情畫作 那這幾天都會在我們的四集活動裡面 讓大家來欣賞拍照 那經過別忘了拍照打卡喔 那為什麼我們持續的在辦四集活動 因為嘉義之學是嘉義地區的 第一家國際品牌的酒店 那我們也希望說 越在地越國際的這種理念 可以持續的在傳達給不管是國內的旅客 還有未來的疫情過後的國際觀光客 那讓更多人可以認識到嘉義 是一個很棒的很有溫暖 很有人情味的一個好的度假的城市 音樂四集活動呢正在進行當中 這邊有美食有DIY還有很多手作 這邊真的非常的棒 如果你有來嘉義玩 歡迎錄出嘉義之選假日酒店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 我們的藝術家沐宇他在現場最新的進度 看一下喔 我們在這個高超過8公尺 寬超過3公尺的畫布上面 到底到目前為止 我們的活動已經進行了好幾個小時了 他呈現出來的是一幅什麼樣的圖畫呢 攝影機請看 哇 哇 有沒有拍到... 最上面那個地方有森林 然後有日出的感覺有沒有 然後好像有廟宇的屋簷 那個屋頂飛沿走壁的感覺 這是今天特製的紫心地瓜 有機的喔 非常的榮譽 而且還會開心 畫中畫的畫作裡面看到了什麼 來我們先請 基本上畫的頂固有阿里山的小火車 跟我們嘉義的城堡廟 跟一個抽著煙豆的老人家 那其實跟我們嘉義當地的 氛圍跟特色都很符合 那也是因為剛好今天 趁著這樣子的市集到這邊的話 其實遊客 還蠻多的 那也因為剛好親民人家或許會有一些 外地的朋友回來到嘉義 那希望剛好接著 被採訪的機會 那歡迎大家明後天還有兩天的機會 可以來度觀看這邊的市集 有很多適合的手作的 文創的藝文的都有 感謝大家 請問陸雲 等一下 還要畫 還要畫 還沒畫 有嗎 會不會太熱這樣 要下來喔 小心小心喔 是不是要扶一下 還沒畫完 有沒有感動 感動的給我們掌聲好不好 太厲害了 從下午兩點多上去一直畫到現在 這真的很驚人 尤其這個高度 這次是我們第二次來參加這個市集 那這邊就是 整體這樣下來 我們整個感覺都非常的融洽 因為畢竟現在還有 我們那個 我們踢廣模仰的那個 林選議員這邊演唱 對 加上我們現在市集 就是有很多的 杯子跟一些甜點 對 那整個感覺都還蠻好 恭喜 非常棒的一副作品 完成了以後是用一位 長者 來做一個最後的統整的代表 選擇用長者是因為 我覺得嘉一其實很 他充滿文化性 然後他也是算 有點是類似一個古城吧 在我的記憶中跟印象中 因為我覺得 歷史小鎮 對對對 他有很多 老房子啊 老屋啊 然後大家都會把他去翻修 或是整理一下 變成咖啡廳 或是甜點店 對 那我看到的是這一些老屋 他的保存 我覺得說 其實這一個城市 他承載著很多可能 歲月的痕跡 或是說歷史的回憶 那我覺得 我選擇用長者是因為 他像是一個老人 在當你來到嘉義的時候 你會感受像是一個老人 在跟你說故事 那 我的印象中就是 因為我們很常去 山上 然後去玩 那就是像一個原住民的長者 他捲著煙 在跟你訴說嘉義的故事 那你來到嘉義 你可以去細細品嘗 雖然整個紀錄的過程當中 非常的累 但是非常的值得 因為看到非常多的職人 為了他的工作跟生活 在努力 像是我們的沐雲 還有我們今天來的所有的攤販 他們的美食 或者是他們的手作品 都非常的吸引人 特別是沐雲的這個 畫中畫的創作 真的是令人為之敬豔 我們看到這樣子 職人的精神 我們應該要支持他們 繼續走下去 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